RUN的函数用的还蛮多的 尤其是四十五路部分 那四十五路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RUN的函数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0位小 就是说取到整数的话第一题 然后呢要小数点一位数的话怎么做 二位数怎么做 那除了说呢这个地方还有 小数点方向之外 还有往整数方向也可以取整数 比如说我-1的话呢 那就是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的话在这边插入一个 这个RUN的函数 那这边我就直接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R 输入一个R 往下 或者RO也可以 RO 往下 RUN的在这里 首先的话这边有一些说明 总共有你可以看一下 一个参数两个参数 那第一个参数的话呢是什么 LUMBER 就是你的值 第二个是什么 LUMBER 的什么呢 就是说它的取到小数点的第几位 然后那其他说明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也有一个完整的说明 里面比如说它这边有大于0的话 则是将数字 取到小数点的第几位 比如说1的话就是小数点第一位 2的话小数点第二位 那如果说它等于0的话呢 就是取整整数 如果小于0就是负的嘛 负的话呢就是往左边 左边的意思就是往整数的部分去取 那范例大概底下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RUN的 首先的话呢 它的数字是在这里 这个值 然后呢 我要取到整数的 所以输入0就可以了 0按确定 那它会四捨五入嘛 有没有 直接就是按确定 25 好25 那有的时候 这个RUN的有没有做 其实主要是 除了说看到的结果是25之外 里面储存的结果也会是25 那如果说你没有用RUN的 可能看到是25 但是里面呢会有小数点 怎么说呢 比如说像这边 我把这个值 假设我格式 储存格 有没有 我这边可以用什么呢 小数点把它去掉 按确定 它一样是25 可是呢 实际上它不是25 所以你在计算的时候呢 它会用后面的小数点去计算 计算出来结果就不一样了 计算结果就不一样 很多人也 25 怎么算出来 结果相乘的结果 不是我要的结果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因为 它后面不是用RUN的 如果说你真正要四捨五入的话 一定要RUN的 才会是这个四捨五入过 那底下的部分 我们可以往下拖拉填满 来看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呢 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怎么做呢 刚刚有讲 大于一嘛 就是一位的话就是整数一 按打勾 这样的话就会取到26.7 那如果说第二位的话呢 这个地方把它改成2就可以了 0 0的话就整数了 24.66 那再来的话呢 负1 负1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今天比如说我要把这个 什么 4的部分 要把它四捨五入 就是往整数部分 不只是小数点 而且包含前面的部分 这个一位数 各位数部分 也要把它四捨五入的话 那我就可以在这边做 那使用的方式就是负1 负1之后按打勾 打勾之后你会发现有没有 它就会把什么呢 各位数 这个地方哦 第一位数呢把它四捨五入 那因为呢 他就四捨五入